侯友宜當下似乎有發揮 他的這個探獎性格 好像嗅到一些不對勁 所以乾脆就把這個 柯文哲傳給他的簡訊 當眾唸了出來 我覺得國民黨 或者發言人或副執行長 國民黨談這個 我不曉得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 扯下去頒開來的話 民眾黨如果找時間反擊的話 國民黨未必會占到便宜 因為對手並不是民眾黨 舉個例子 林涛講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當然現在國民黨 不斷的在強化這個故事 對 那民眾黨如果把很多證據 再攤開來也不更難看 我是覺得不宜再談這個問題 那要談我可以提一下 就是說 這一場會議是誰要求召開的 侯友宜啊 那侯友宜要開 怎麼會變成侯門宴呢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你是說郭要羞辱國民黨 那你要不要拉郭的選票 郭有沒有意思羞辱國民黨 我不知道 他當然不爽朱立文這事實 林涛是朱立文你要辯護這個 我覺得國民黨的策略 不是要去拉攏郭台銘了嗎 是不是這樣子的 怎麼會變成說 郭台銘放的那個倒數計時也是問題 這也是問題 我不知道曹哲有什麼意義 曹哲意思說你跟讓郭台銘 在你們的攻擊底下 倒過去去支持柯文哲 不是嗎 你要造成這種結果是吧 我不懂 如果我來操排我一定趕快趁這個時候 已經格局已經定了 去積極拉攏郭台銘 怎麼會這個時候都拼命打郭台銘呢 說你搞紅門業 因為郭台銘講說 不是你打對話叫我辦了嗎 那其實那個所謂的簡訊 也只是一部分啦 為什麼 這個其實侯友宜 柯文哲 郭台銘都知道 郭台銘不選 我很早知道郭台銘不選 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那只是郭台銘的想法說 我把你們兩個湊合 不管誰贈誰付 那我順勢宣布我不選 那我不是光榮萬丈嗎 對不對 他的目的在這裡 所以才會有 柯文哲那一段說 其實前面也有啦 前面也有侯柯自己連 通過電 簡訊都有通過 就是說但是侯子念後半段 那後半段就是說 柯跟他講說 我們搭好了舞台 讓郭台銘順速下來 對不對 那你前面沒有講說 你們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事了 所以我不曉得 其實吵這個 對選情有什麼幫助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國民黨人 去吵這個有什麼意義 你說極為兇嫌 兇嫌為什麼你要召開呢 好我再跟你講前面一點 因為本來民調的那個 在馬英九那邊就結束了 吵來吵去沒有結果嘛 然後 為什麼會有這一場 這個就是中間還有一個段落就是 侯友宜召開記者會 說柯文哲打電話給他 這也是單方面的說法而已啊 因為侯友宜旁邊有個姓季的少將 以前是國安局出來的 他跟侯這邊也蠻 跟柯也蠻熟的 然後就一直打電話給柯正寧 說我們侯友可能要當副的啦 也公開這樣講啦 那你要我們當副的 你總該出來打個電話給我們吧 那柯文哲就不勝其反的 就打了電話給侯友宜 侯友宜講說你柯文哲打電話給我的啊 所以現在柯正寧是覺得說 那個紀少將是故意涉圈討 他們現在是沒講而已啦 但我知道他們也很多人在討論 這個問題要怎麼反擊 我是覺得柯營也不用去反擊 柯營 柯營也不用去打柯營 這沒有意義嘛 選戰擺在檯面上的話 你們攤開了兩邊都會受傷嘛 向前走啦 對嘛 現在目標是下架民進 你還在幹什麼啦 你要指控說你陰謀 就是找那個紀少將 那國安局出來的設計要 要柯文哲打電話給你 那你出來不講說 你叫人家打電話給你 你說你是主動打電話給我的 然後說要開始重新審查民調 你不是兩方面就吵起來了嗎 那吵一個誰最開心 賴清德 你們吵吧 你們兩邊都陰謀家 所以我是覺得 國民黨怎麼會這麼蠢呢 我想不通啊 而且再吵下去區域立委都受影響 對啊 這是事實啊 意思什麼 因為紀少將打電話的通話 都有人在掌握住啦 他講過了說我們火要 有可能當婦人 有什麼不打電話給我 挨拆住一下 所以柯文哲想說 好像是怎麼回事 我就打電話回去 那後來 這個記者會說 看民調不通了以後 猴再打電話給郭台銘 這大家都知道了嘛 所以我是覺得 去扯這個幹什麼呢 我都急著說 趕快把這種事情過去啦 不要再談啦 對不對 那你現在把郭拉出來打 你不是逼郭再去支持柯文哲嗎 這哪一天郭宣布他支持柯文哲 你領導要不要獲得諾貝爾獎 你國民黨是不是這樣是對的啊 我不懂耶 我真的不懂耶 那好吧 就算那個張亞萍講說 差距選票不到10萬票 郭會不會變成一個關鍵性的選票 如果真的差距這麼少的話 那你不是自己找麻煩嗎 一趴就接近20萬 一趴是19萬5千 對啊 一趴 那你說郭的支持者的民調 什麼算至少都有5趴 最多有10趴啊 那你怎麼辦 而這些人不是國民黨的選票 國民黨打郭打得那麼強呢 他還有這麼多選票啊 這中間選票啊 我覺得國民黨是衝 這些人是聰明過了是不是啊 這個時候就要大氣 要安撫眾民 不是自己身男的為樂 那不會輸掉選舉好不好 我當然也希望能把賴清德拉下來啊 我最希望這樣 那你怎麼就玩這個遊戲 還在想一想說 哎呦我打的這個柯文哲 我打的郭台銘 我打的好爽 蠢蛋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也許給你看東西 不教也在一起 確認我們 下廊西方升降隙 強烈是相憐的 我知道更厲害 在那裡 就算erry 可以凌分 新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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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